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学理想世界 我是张瑞芬 今天是4月3号 那今天早上很多人都被这个大地震吓了一跳 它的震央是在花莲外海 它的震度蛮强的 7.2 很多人形容这跟当年那个921差不多 我的感觉是它比较是横幅的摇晃 虽然摇的力道也蛮大的 有一度我曾经想要不要夺门而出 那921还是不一样 它是上下跳的 那个更恐怖 好像上下断裂那种感觉 那这一次这个7.2 我看灾情也不小 光是台北市捷运就给堵了一个钟头 那大家各地纷纷有一些灾情 那这几天可能还会有点愚症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那么面对接下来的四天廉价 这些清明节常常要吃润饼 这种食安问题可能也是现在大家很关心的 那么前一阵子呢 从那个草柜啊屌到到咖喱到连锁的寿司店都出一些问题 那有时候我就想假设没有那么戏剧化 其实光是在外头吃东西吃坏肚子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么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外头吃东西 其实是有原因的 当然跟去年开始全面煮饭有关啊 开始每一顿都自己煮 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上菜市场去买新鲜的食材 接下来还买了烤箱自己做烘焙 那我已经全面从各种煮食到副食什么 全部都自己做了 然后这样煮饭煮了一两年下来之后呢 我真的感觉到省了非常多的钱 你全部买的都是原料而已 很少买成品 你看连甜点都自己做了 你还有什么能够让别人赚钱的呢 所以每个礼拜就是固定去采买蔬菜水果 这个新鲜的东西吃很多 我曾经试过两周买一次菜 我想这样可以稍微节省点时间 后来发现还是不实际 买菜最好还是一周买一次比较好 因为很多青菜跟水果 它的保存都还是在一周内左右 你想尽办法要把它延长也不好吃了 有些菜是放的是可以的 但是它就不甜了 它的那个嫩度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还是一周买一次菜 那你一周就这么辛苦个一次 你整周就都有自己煮的食材 你只要管控的好的话 你加一加 你会发现其实 真的人花在吃上面的成本并不高 真正贵的是房租吧 就是房子的钱啊 其他的花费 所以其实大家很烦恼的通膨 我觉得重点不是在吃上面 那另外还有个安全问题啊 如果你想到安全问题 就应该都要自己做 外头的餐厅呢 它洗菜通常是用水管 冲一冲就算了 因为他们赶时间嘛 他要处理大量食材 那么另外呢 就是因为他要赚一点钱嘛 所以他的 他的进货绝对不可能用高档的货 他一定压低了价钱大量买的 很多都是冷冻食材 用比较重的味道压了 所以呢 我们自己煮饭才有办法买高级的食材 自己吃的嘛 完全不会在意价钱 一定是买好的 所以呢 一方面是食材可以吃的好一点 再方面你绝对处理的比较干净 再来自己煮东西 你绝对不会放防腐剂的吧 你怎么可能还有钱去买防腐剂 放在自己要吃的东西里面呢 不可能嘛 所以这些通通能掌控的情况底下 你当然你自己煮的味道 绝对是比餐厅好的 可能摆盘没那么漂亮而已 那个卖相没那么漂亮 但是绝对安全 而且更好吃 那当你习惯自己煮了之后 你就发现 天啊 这外头花的欲望钱也太多了呀 那么如果你说你是个小资主啊 你根本就是租房子住的 学生等等 你至少也可以学会自己煎荷包蛋 或煮白煮蛋来吃吧 但很便宜耶 然后自己做又安全又卫生啊 所以如果你能够自己买点水果 自己做一点白煮蛋啊 简单的干拌面加一点青菜 我觉得你就可以吃的挺丰盛的啊 很多年前吧 我记得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边的小吃店 那是在我们家附近 一家蛮有名的面店 那家面店呢 它的卤味非常好吃 所以呢 不管内容或外带 永远都是挤满了人排队 那么有一次呢 我挤进去之后 填好单子 我坐在座位上等吃的时候 刚好的位置呢 就在那个煮面的 那一排的后面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令我目瞪口袋的景象 就有一头面呢 要下锅前 它掉到地上了 那个地上是很脏的 那个那些 就是那些长厨的人 他们穿着雨鞋踩来踩去 那个很脏的地面哦 那么整把面就这样掉在地上 他就呢 整个就拿起来 然后就丢到那个煮面锅里面 这前后大概只有一秒 而且呢 我看到的时候是 真正站在后面 就是我刚好坐在后面 我看了个正招 我当场下呆 可能这些煮面的人觉得 这个煮面水有超过100度 所以面进去拉拉 然后应该也算是卫生的吧 可是那一锅煮面的水 不就脏了吗 那个地上全部都是污泥 你想那个面掉下去 还在丢到那个滚肺的 那个煮面水里面 那那一锅汤 不是整个污染了吗 所以我看到那一幕之后 后来我就再没有去过那家面店 那么多年之后再经过 他们已经拓展了营业 重新装潢 然后加装了冷气 可是在我心中的那一幕 挥之不去啊 你知道我们在外头吃东西 都是被人这么搞的吗 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 可是你光想起一次 你也够哦的了 我为什么要去吃那种 花钱去吃那种不卫生的东西呢 后来我就几乎都自己煮了 而且你熟练之后 发现自己煮还比出去吃还更快 因为你出去吃还要 你出去买还得换衣服吧 然后还要得停车吧 那你自己在家里面 这个干拌一碗面 随便弄弄非常好吃 从煮面到吃完 都收拾干净了 都还不用半小时呢 所以呢 要学会自己煮一点东西吃 刚开始你可能器具也没有 材料也没有 但没有关系 你大概煮个一年半载之后 你就会非常熟练了 那我最近呢 在家里面做那个布里欧面包 搞了半天呢 布里欧其实它就是加了很多奶油跟蛋的一种面包 它介于蛋糕跟吐司之间 也就是它是比较柔软的吐司 那它要发酵好几次 通常食谱上会教你用搅拌缸 就是你要去买那个citchen egg那种搅拌机 那免得你你的手很黏嘛 不好揉啊 而且呢 要揉出那个什么手套薄膜那个东西 就是一定要机器帮忙 但是我觉得 我研究了半天以后 我发现 其实如果你要做少量 比如说你一次只做一条的话 你其实不用出动那么大的一个器具 那个买起来不便宜 才三五万块 开玩笑 那么庞然巨物这样一个机器 摆在厨台上面 你厨房还能摆下什么东西 所以呢 家用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手揉就可以了 虽然你没有揉得那么漂亮 你整出来的形可能也没有那么完美 但是没有关系 不管你想吃 非常非常的好吃 美味绝对不打折扣 那么它里面要放很多的奶油 比如说三百多克的面粉 大概就要放到八九十克的奶油 非常的多 一次一次的揉进去 要分次揉进去 所以为什么不留面包会好吃 因为奶油放的多嘛 再来很多的蛋黄跟糖 另外呢 还要加鲜奶 跟最好是加一些奶粉 增加它的味道 那我是加炼奶 应该也是差不多 所以它就是一个融合了奶油 鲜奶 有很浓厚的奶滋味 另外就是蛋黄跟糖 这样的东西 它热量当然是高的 但是非常好吃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开始自己手揉面包 因为非常实用 这个可以当做主食 这不完全当做甜点用的 它完全可以吃饱的 所以呢 这个很值得开发一下 如果你已经进阶到 从煮饭进阶到做面包 或包子馒头的话 我觉得完全可以实现 你的饮食自主了 你完全不用管它食安风暴 你管它什么食安风暴 都已经很少在外头买东西吃了 那你的 你自己的热量 还有你的金钱 就很容易控管 所以呢 要过好日子 要从自己开始改变 那么我最近呢 跑到书店去看书啊 本来想要看一本 洛乙军的新书 他最近出了一本 文学启蒙小说26讲 他的标题叫做什么 如何抵达人心 如何为爱刻画刻度 这什么奇怪的书名 那简单来说呢 他就是清点了好几位 他年少时候启蒙的作家 比如说像马奎斯啊 像川段康成啊 还有像什么 那个张爱玲啊 等等这些有名的作家 杜斯陀耶夫斯奇啊等等 我看了一点以后 我就觉得我有点读不下去 这个春天不是读书天 这么硬 而且重点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也读 这些作家的作品 但是我可能读的 并不是洛乙军喜欢的那几本 所以呢 这种教别人阅读这种书 其实很难代入 你喜欢这个作家 有你喜欢的那几本书 不一定是他所代入的那几本书 那人的感情是很难取代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教人如何阅读 以及分享自己阅读经验 或者写作经验的书 现在在我来看 我觉得实用度都不高 就是别人 别人的经验 没有办法套到自己的头上 所以我觉得洛乙军 还是写那种 比较松散一点的散文 比较好看 就是越无意为之 越不要掉书袋 我觉得效果会越好 比如说他不是有一本书 叫什么纯真的年代 还是什么的吗 那一本就写得非常好 就是纯粹用散文的方式 然后来写他以前的经历 好 所以呢 最近书读不下去 然后呢 我觉得市面上很多那种翻印的书 几十年前的书了 现在再次翻印 最近真的没有比较好的文学的新书 所以呢 我就开始看起电影来 那最近看到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这个是去年才上映的 今年在奥斯卡金像奖里面 也提名了五项 后来得到了最佳女配角 那么这部片现在呢 跟《沙丘2》一样 同时在上映当中 如果你懒得出门去电影院的话 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那些付费网站看 更便宜 而且更省时间 那么这一部呢 有人翻译成留校联盟 或者留校人生 它的英文片名就叫做holdovers 加S哦 holdover是什么意思呢 holdover它字面上的意思呢 是留下来的意思 比如说hold留下来 比如说留疾 留刃 或者留守 或留止 holdover 那holdover还另外有一个意思 就是握住以往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活在过去 或者说holdover 活在旧的伤痕里面 这个意思 holdover 所以这个还加S 那就表示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有几个人是附数的 所以呢 这个片名应该怎么翻呢 有人就把它翻译成 这个 滞留者 或者是 其实应该翻译成留守者们 但是这样子也有点拗口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名很有意思 它在英文里面是一语双关的 那今年的清明廉价 我就推荐这一部叫做holdovers 这部电影呢 让大家来自我沉淀一下 有时候不见得读得下很厚的书 可是我觉得一部电影 能够让你回味反省的空间 还是非常大 我不晓得大家最近去看的 《沙丘2》没有 那么这部被标榜的 什么大诗级史诗级的作品 美轮美奂 什么非常令人惊叹的大萤幕体验 这一部《沙丘2》 你只能说呢 它如果你去IMAS的影院看的话 是感觉很美的 因为光是那个沙漠 那个沙丘 然后两个人背对着 这样坐着那种场景 是好看的 可是呢 你说到感动嘛 我觉得没有怎么很感动 一个科幻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 好吧 然后呢 它当然是用很高的成本 去堆砌出来一个巨大的幻象 你不能说它拍的失败 它好看啊 问题就是 它能够给你多少感动 我们来吐槽一下这个《沙丘2》 那当然它的剧情是承接《沙丘1》的 这是小说改编的东西嘛 那么在《沙丘2》里面呢 它这个主角就是保罗跟他的母亲 杰西卡 然后呢 他们两个人是被 他们的星球给赶出来的 因为有一个邪恶势力取代了他们 那么这个保罗跟他的母亲 杰西卡 他们在俄拉斯科星球上面 他们学习当地的弗里曼人 他们怎么样活在沙漠里面 然后你就看到他们所有的衣着装扮 全部都是沙丽阿拉伯人那种 穿着长袍那种形状 那他们鼻子上带着 好像有一点像呼吸器那样的东西 因为在沙漠里面 要节约水源 它那个是一种蒸馏自己的体液 能够维持他们不死的一个方法 好吧 这个科学上看它怎么解释 随便 总之呢 这个半呆点科幻 半呆点传奇的东西 你也不用太较真 那么这个保罗他当然就是一个比较 是一个救世主这样的角色 就是当地人认为他是弥赛亚 就是来拯救他们这个部族的 然后呢 他们就是 他们原来那个星球是被一个邪恶家族 叫做什么哈肯能家族给掌握了嘛 然后他们两个流落到这个地方 他们就开始要学习在沙漠里怎么生存 那么中间还有个什么沙虫 很巨大的这种在沙里面篡动的这样的生物 然后这个保罗很快就学会了怎么驾驭这个沙虫 那有很多神怪啦 比如说沙虫的血是蓝色的 然后呢 这个保罗的母亲 杰西卡那时候已经怀孕了 然后他就喝下这个蓝色的液体 死去以后再重生 好吧 随便你怎么整好了 反正是科幻小说也不用太认真了 然后他们就是要去对抗那个很残暴的那个非德罗萨 那个非德罗萨呢 奇怪他这个人是不是没有眉毛啊 就是在荧幕上面显现的就是个非常残暴的杀人不眨眼 这样的一个凶神扼杀 然后到最后保罗战胜了他嘛 然后取得了领导的权利等等 总之还穿插了一段沙漠的爱情 整个看一下来 反正就有点像是那个阿汤哥 那个不可能的任务期 致命清算吧 画面是美的 临场的感受是热言惊叹的 可是你说看完之后有什么感动 很难谈得上感动吧 就是这么样一个 有点让你脊髓反应的东西嘛 他其实就是一种感官刺激嘛 讲白了就是用大成本大制作 让你感官刺激 花掉你的钱 这样的东西而已嘛 那这种片子谈得上什么史诗集 我觉得不可能吧 书或者电影对我来说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读完之后忘光光 另外一种就是读完几十年不能忘 大概就只有这两种差别而已 我觉得Holdovers这部电影 他其实比那个《沙丘2》更好看 他的本质上很接近1992年那一部 《女人香》就是Sand of Woman 这个Sand of Woman这部电影 从他的字面意义来看 女人的香味 从意义来看好像以为是爱情电影 很容易被误导 但事实上他讲的也是一个 有教育意义的这样的一部电影 那么《女人香》这部电影 当然很好看 因为当年在1992年就为埃尔帕西诺 拿到奥斯卡的男主角奖 奥斯卡影帝 他也的确是演一个瞎子 演得太好了 非常非常的主角光环 那么《女人香》这部电影 它其实很有教育意义 那跟这个Holdovers 其实非常像的就是 在一个耶诞假期里面 然后一老一少的 经过一段意外的出游 然后到最后互相拯救了对方 我们这样讲好了 可是这两个又有点差距 在《女人香》那部电影里面 是一个很年轻的高中生 他叫做查理 因为他们家穷 但他读的是一个私立贵族中学 所以他跟一般的同学都不一样 当同学们都要去过耶旦佳节的时候 他却有个很麻烦的事情 就是他在图书馆打工 然后有一天晚上就遇见了 有几个同学在那里鬼鬼祟祟 在树上架梯子 然后弄一个气球 想要就是要整校长 结果第二天真的整到了校长 因为校长就是一直拍 那个校董会的马屁 所以他们就弄了一个大气球 大水球在那个树上面 然后第二天校长的车停 在树下面的时候 那个邦的一声 那个水球就洒下来 然后就把那个校长 洒得一头都是灰 然后校长就要就责 就是要去找出这个 这恶作剧的人知道是谁 然后呢 问来问去呢 就问到了这个查理的头上 因为那天查理他从图书馆 结束了工作出来的时候 的确有看到 作怪的那几个 都是他同学嘛 可是呢 他就不愿意说出来 就说他没有看清楚 那么同时跟他们在一起了 还有另外一个附加子弟 他也亲自都看到了 所以呢 校长就说好 你们放完耶旦假期之后 回来学校的第一个周会 我们就要公开的去 审理这件事情 那在我们这个中学里面呢 诚实是唯一法则 所以你们要是不诚实 说出你所看到的的话 就违反校规 就要开除 于是呢 这个附加子弟呢 就 就是他们家有钱嘛 就跑去滑雪度假去了 然后在度假前 就跟查理说 没关系 我爸爸会cover一切的 那回来以后再说 我们都不要把真相说出去 就是要保护那几个同学 但是查理心里面有点愁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他们家穷 然后他这个耶旦假期 还必须要自己去打工 赚一点生活费 所以呢 他就去找了附近的一个 打工的机会 是照顾一个 一个老人 那这个老人 就是埃尔帕西诺演的 那个弗兰克 弗兰克上校 那么这个上校呢 他眼睛瞎了 因为在一次意外当中 他眼睛受伤 从此呢 当然就变成了一个废人 那因为他本来是 很自负的人 瞎了眼之后 他脾气非常暴躁 跟家人都出不好 所以自己住在一个 小屋子里头 那么在耶旦假期当中呢 这些他的亲戚 都要 都要去度假嘛 所以就找了查理 来打工 照顾这个老人一阵子 那这个查理 需要这个工作嘛 所以他就找到 老人的小屋来了 然后这个 这个老弗兰克 这个上校 就把他给吼走了 但事实上 他也没有任何选择 因为也没有人来应征 所以呢 查理只好 就是硬着头皮呢 就接下了这个工作 他本来以为 在屋子里 照顾他几天 简单的事情 就没有想到呢 这个老人 一看到他的家人 一出去 马上就说 现在收拾行李 我们要到纽约去 那这个查理 莫名其妙 我照顾你这件事情 没有包含要到纽约去 他就说 机票都订好了 现在赶快出发 然后呢 就抓着查理 上了飞机 那第一天呢 到了纽约的 豪华大酒店 入住的时候 查理呢 不晓得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还要跟这个 富家子弟联络呢 所以他其实心里 有点急 他就说 我必须赶快回到学校 然后呢 这个老上校 就跟他讲说 好吧 那你总是吃完了 晚饭再走吧 结果呢 到了高档餐厅 然后坐下来吃的时候 查理就发现 天啊 这个价钱怎么那么贵啊 一个汉堡 将近要台币 好几百块钱 原来这个 弗兰克 他这一次来纽约 他是想要吃一顿美食 找一个女人 然后顺便去拜访 他的哥哥 然后再来 就是要在旅馆里面呢 自杀身亡 因为他厌倦的 活在这样的一个 看不见的世界里面 而且他也找不到 人生任何希望 所以查理只是一个 带他来纽约 这样的一个工具而已 那么当他那天晚餐 跟查理说了他的打算之后 查理不知道他说真说假的 所以有点狐疑 但是呢 老法兰克他倒是看出了 查理有心事 跟就是听了他几次 跟朋友的谈话之后 这个老法兰克 因为他 他其实经历过很多事情 他其实一听就知道 查理陷入了一个 很大的麻烦里面 因为富家子弟 永远有老爸罩着 可是呢 查理这么一个贫寒的子弟 根本没有有力的父母 罩着的时候 他很容易变成替罪羔羊 到最后找不到 找不到那个恶作剧的人的时候 就会开除查理 然后呢 来作为一个惩戒嘛 就是牺牲掉的羔羊 这个老法兰克 他经历过太多事情了 人间各种卑劣 出卖 背叛 他什么事没经历过 所以他一看就知道 这个正直的查理 陷入了一个麻烦 那查理很善良 他以为他的朋友说 我们都不要讲出去 下周一再来处理 真实是真的 所以这个老法兰克 就跟他说 我看你可能状况 有点不妙了 那这个老法兰克呢 就在查理的带领底下呢 见了他的哥哥 然后去了人家的耶诞晚餐 还把人家耶诞晚餐搞砸了 因为他就是个魂球啊 他讲话就是一天到晚 触怒别人 大家也都讨厌他 然后他去找了一个女人 他认为说 天底下没有比女人更好的事情 所以呢 他也是 什么叫女人香 就是他能够从女人的香水 就能够几乎能够理解 这个女人他的个性 长得什么样子 那这部女人香里面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Tango的场面 就是他跟查理 来到一个舞厅 然后看到有一个 落单的美女 坐在那边等人 结果呢 他们一老一哨 就上去呢 就陪那个女生 等他的男伴 然后顺便陪他 跳了一支舞 这个是瞎眼的法兰克 陪那个女生 跳了一支舞 他虽然眼睛看不见哦 但是他带舞带得非常好 然后在悠扬的乐声 还有这个 这个女孩子本来 喜欢跳舞 但是没有什么自信 结果在伏兰克的带领之下 我两个人 跳了一支很绝妙的 Tango这个舞蹈 然后呢 中阶鼓掌啊 这个时候呢 查理才真正意识到 眼前这个 很暴躁的 瞎眼的这个 这个老伏兰克 他其实 年轻的时候 可能是泡马子 一把照的 非常有情绪 而且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哦 那么包括呢 他们在街头 狂飙法拉利那一幕 那个也是这个剧的 看点之一哦 那到最后呢 法兰克心愿已了 他打算自杀 那个时候 他就先把查理支开 就是跟他讲说 你去帮我买点药 然后呢 查理走了几步 他才发现不太对劲 赶快折返的时候 这个上校已经穿好军服 整套穿得整整齐齐 他的枪都已经上膛了 这个时候查理赶忙上去 抢他的枪 那这一幕其实是 全聚一个很大的高潮 本来是一个很乖的男生 他是处于被动状况底下的 一个男孩子 他居然为了 这个老法兰克的生命 然后去抢他的枪 这个法兰克 他是个军人啊 他当然置得住这个查理 他就把他顶到了这个墙壁 然后跟他讲说 我很痛苦 你知道吗 我活在黑暗里面 你告诉我 我有什么理由活下去 你告诉我一个就好 不然的话 我一枪就先把你毙了 我先把你毙了 我再自杀 反正你离死也不远了 你很快就会堕落了 因为你现在遇到这个麻烦 我可以知道你们后面 你到最后是会被牺牲掉 你前途一片黑暗 你知道吗 反正你早晚也要死的 我现在就把你杀掉 那这个查理说 好啊 你动手啊 你动手啊 我看得出来 你不想死 然后这个 弗兰克就说 你告诉我一个理由 我活下去的一个理由就好了 然后这个查理就说 你要理由是不是 你要一个 我给你两个 第一个 你跳舞的姿态 你跳tango 简直是我看过 跳最好的一个 另外就是 你开法拉利 也是帅笔 他讲完之后呢 弗兰克 他突然就愣了下来 然后呢 颓然的呢 停下了动作 然后把枪交给了他 这一幕两个人 飙的演技 那真的是精彩啊 那么从那一刻之后呢 弗兰克就没有再自杀 然后他们回到 假期结束 他们回到了学校 好 这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高潮 因为礼拜一到了 在周会上面 校长不是要公审他们了吗 然后这个傅家子弟呢 他躲在父亲的口袋里面 就说他没有看清楚 查理离得比较近 他应该看得比较清楚 他就把这个难题丢给了查理 那查理不愿意出卖朋友 所以呢 不肯说 就在这个时候 校长就宣布 你违反了我们中学 非常严格的诚实这个规定 所以你将被开除 就在这个时候 法兰克缓缓从外面进来 当然是有别人搀扶着进来 然后就说 我是查理的父亲委托来的 我可以帮他讲几句话吗 然后他就坐在查理的旁边 接下来就发表了那一篇 非常经典的演说 他说 我是一个老退伍军官 我这辈子什么背叛 什么可怕的事都看过 这些年轻人断腿断手的 这些都没有比灵魂的断支 还要来得严重 因为你的手脚断了 还可以有抑制 可是灵魂没有抑制的 这个孩子 他心性是正直的 他现在不愿意出卖他的朋友 不愿意卖友求荣 他不会被你的利益所诱惑 去出卖朋友 这是多么高贵的 非常正直的一种品性 你现在可以打击他 叫他退学 让他灰溜溜的滚回 奥勒冈这个地方 这个小地方去 可是你会残害他的灵魂 然后这个法兰克他就说 我在人生当中 遇过很多次的岔路口 我每次都知道该怎么走 但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走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他妈的太苦了 太辛苦了 现在查理走到了 人生的岔路口 请求委员会 你们大家想一想 你们到底要培养一个怎么样的领袖的人才 是卖友求荣的呢 还是要有一个正直的灵魂的呢 他这个话呢 刚讲完 然后大家就全部陷入沉默 没多久呢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整个大礼堂里面 热烈的掌声不绝 然后校长一直吹木锤 就一直敲木锤 说安静安静安静 但是没有人理他 后来委员会就做出了决议 这个查理不用为此受罚 他也不会被退学 然后这一阵欢呼当中 一老一少走出会场 那这个故事啊 其实是一个少年 他看护一个老人 这样的一个意外的 耶旦节的一个旅程 到最后呢 一老一少之间互相救赎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女人像这部电影 有一句很好的话 就是法兰克在教那个女孩子 跳舞的时候 女生说 我很怕犯错 Tango不好跳 我很怕犯错 这个法兰克就跟他讲说 其实跳Tango非常的简单 你万一犯错 不要管他 继续跳就好了 这个就是Tango 最美妙的地方 那么印证他自己的人生 他犯了一个错 可是从此以后 就自暴自弃 所以呢 他就用跳Tango 这个理由来 能够让自己理解 其实人生充满了 不能重来的遗憾 就好像Tango一样 跳错没关系 就是继续跳就好了 那么Hold Overs 这部电影呢 他也有一句话 是贯穿整部电影的道理的 那就是这个历史老师保罗 他带着安格斯到 这个波斯顿 去参观美术馆的时候 然后就给他上了一课 他就说到 历史不仅仅是 对过去的研究而已 同时也是 对现在发生的事 做出解释 那么这句话 我们换个角度来看 就是如果你不能够 正是以前发生过 在你身上的伤害 或者一些事情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正确面对 自己未来的人生 这句话放在一个 历史老师的身上 是非常贴切的 因为他研究的 就是古文明历史 他在学校是个老学旧 没人喜欢他 他给学生的分数 都相当严格 不是什么C 就是D 不然还就是F F还一个plus 就是他是对学生 蛮严苛 而且也是蛮认真 教导学生 可是这种老师 是很不受欢迎的 然后连同事 也不是那么喜欢他 就是他做人 有点太古板 然后包含他们 班上的学生 有人是参议员的儿子 财大事大 还捐了学校的图书馆 什么的 捐赠者 然后这个历史老师 就说他成绩实在太坏 没法及格 连校长都说 你能不能通融一点 你能不能做人好一点 结果这个历史老师保罗 他就说 没办法 这个学生傻到无可救药 也非常不用功 他就坚持 所以后来校长就说 那这样 那个夜旦假期 学校反正需要有个留守的人 看着这几个 不能回去家里的学生 总有个几个人 那么你就是要当babystater 然后就是要去 当那个保姆就对了 那因为所有的老师 都要回乡度假 就只有一个保罗 无家可归 所以呢 他没有家人 他也没有家嘛 他就以学校的宿舍为家 所以就拿他当社监 反正夜旦假期两个月 两个礼拜 你就是要看着这些学生 这就是他的任务 那刚开始 在这个夜旦假期当中 必须要留在学校的 有四五个学生 后来有一个很有钱的家长 就开了直升机 来把他们都接走 去度假了 所以到最后 就只剩下安格斯一个人 那这一所中学里面 都是一些非常有钱的子弟 这个安格斯也不例外 家里是有钱的 可是呢 他妈妈改嫁了 所以在这个圣诞佳节里面 他的他妈妈要跟他的继父 去度耶旦假期 把他给撇在学校 那安格斯一直打电话 可是家里都没有人接 所以是一个非常 很困难的一个处境 就是他被家人给遗弃了 在学校里面 所以这是第二个人 第一个是历史老师保罗 没地方去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学生被遗弃 被抛弃的这个安格斯 另外一个就是玛丽 那么玛丽是学校里面 厨房的一个厨工 她是一个黑人的女性 那么这个假期 她非常难熬 因为她的独生子 在越战当中丧生 那说起来非常可怜 就是二十几岁 玛丽才刚订婚没多久 她的丈夫呢 就被做工的时候 就被电缆线击中 没有活过二十五岁 然后玛丽就 就抚养这个姨父子 到了 后来就念了这个巴顿中学 因为她是职工的关系 所以就是 就有这样一个方便 她儿子就念了这个 优秀的中学 那本来成绩也是要上大学的 可是Mary凑不出学费来 那这个时候 美国正在越战当中 大量的征兵 于是呢 这个男孩子他就说 往好处来想 妈妈 我去当兵 然后我回来之后 就有退伍军人的这种特殊的资格 是可以免费升大学的 然后呢 没有想到她就死在战场上面了 还没二十岁 所以这是Mary第一次一个人过的圣诞节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难熬 所以呢 这个学校里面到最后就剩三个人 一个不得志的老师 一个被遗弃的年轻人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丧子之痛的Mary Mary她的名叫Mary Lamb Lamb就是羔羊嘛 所以她就是一个牺牲者这样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个名字也很有趣 那整部电影 Hold Overs 留校联盟这个电影里面 其实老少之间的张力是很强的 Mary在里面扮演的是一个第三者 就是另外一只眼的角色 她能演旁观 因为她是一个 一个端菜出来的厨子嘛 所以她很知道 同事们之间是怎么样讨厌保罗这个老师 然后学生也讨厌保罗这个老师 所以她其实都能演旁观 然后这个学校里头 哪一些小孩子是混蛋 就是很有钱 那从来不懂得去体谅别人 这些很心高气傲的人 她也都看在眼里 看起来她是讲不上话的一个人 但是其实她却是 掌控了很多事情背后的 比如说一个小眼神 一个小动作 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是她演技很好的地方 有时候演技 其实是靠身体语言的 她不完全是有种很大吼大叫 或者是一个很表演式 戏剧性的一种东西 那包括呢 演历史老师保罗的 这个演员也非常有名 这个演员叫做Paul Jomarty 他也是亚历史丹达佩恩 这个导演 多年来长期合作的 一个男演员 他真的演得也非常好 我记得有一幕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们原来有留校 四五个学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个混蛋 叫做Ted Ted常常仗势欺人 然后有一次就跟安格斯 两个人就扭打成一团 后来老师就 保罗就罚他 就是在桌子的另外一头吃饭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厨公Mary他上菜的时候 当然就把他那一份 就放得远远在他那一头 然后呢 这个Ted就不太高兴 他就嘟弄了一句 就说呢 虽然他死了儿子 但是怎么样 总不能让人家 全部都同情他吧 你好歹也是领学校的钱 就不能够把饭 弄得好吃一点嘛 这时候Paul他就 一锤一拳 就锤在桌子上面 他就说 你给我闭嘴 你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东西吗 这个生活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对很多人来说 生活就像鸡舍里的梯子 又长又丑 一地鸡毛的 你永远不能够想象 别人的生活是有多辛苦的 他就这样大声的刺骂 这个Ted 所以其实Paul这个人 还是非常的正直善良的 他只是整个已经脱离了 这个世俗 他也是没有权利的一个人 因为这个校长 还是他教过的学生呢 但是到最后对他发号施令 一点都不留情 所以整个世界的价值 已经都不是那种老式社会的价值了 而他还只是一个教历史的呢 说真的 谁去管理这种人文学科的 根本就是不是像嘛 所以保罗他常常就是 常常奋事嫉俗的 就说这个世界已经失控了 这个现在都是一些年轻的 善良的孩子 要去上战场 然后整个社会都已经变质了 整个教育都已经变质 这个有点像是现在很多老师会抱怨的事情 那么这个老师跟学生一老一哨之间激荡出来那种 一下子让观众哭 一下让观众笑那种情绪 我觉得非常微妙 有一个桥段是这样的 这个保罗要管着安格斯嘛 可是这个安格斯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他到处闯啊 一下子跑到什么健身房 一下子跑到大礼堂 然后呢这个保罗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 就说你不要再越过那条线 那再越过那条线你就要被退学了 然后这个安格斯不理他 直接一头就栽在那个 那个跳床上面 然后就摔断一条戈壁 结果呢到医院去急救的时候 这时候要签信用卡那就糟了 因为这件事情就会被校方知道 然后保罗他的工作就不保了 所以当时候呢 安格斯他就心生一计 他就骗护士说这是我爸爸 因为我父母离婚了 然后现在不能签信用卡 因为这牵涉到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要用现金支付 结果就这样给糊弄过去了 那么一向标榜诚实的这个历史老师 保住了工作 然后回头就跟安格斯说 你这个谎话说的可真是溜啊 然后呢这个安格斯就跟他挑了挑眉 意思就是说生活当中有的时候 该说谎还是要说谎 不然你工作不就不保了吗 这是第一个桥段 那么另外就是 Mary也蛮关心别人的 虽然他不声不吭的 可是呢有一次保罗他到Mary的房间 看到他在看那个电视猜谜节目 然后一个人沉浸在以前的回忆里面 这时候两个人聊起天 Mary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家人 为什么都不回家 然后甚至还劝保罗说 你不妨对谁很宽容一点 好看起来是一个比较 比较全知观点这样一个角色 可是呢在耶旦夜那一天晚上 他们去参加女职员开的一个 耶旦party的时候 Mary一个人在厨房痛哭那一幕 你就可以看出人的性格 其实有很多多面性 很多时候你看起来很冷静的人 其实他背地的伤痛 可能是没有让你看见 所以在那种痛苦爆发的时候 人都是失控的 那保罗老师他当然是一个失败者 可是我觉得这个安格斯 他是一个心里受挫的一个人 两个都聪明 那也都在互相戳对方 有一些地方蛮有趣 比如说他们去打保龄球的时候 这个安格斯呢就对老师说 你知道大家都讨厌你吧 结果呢这个保罗他一记 打过去呢全倒 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抱以热烈掌声的时候 这个保罗他就回过头来 跟安格斯说 你知道别人都讨厌你吧 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那种 互别苗头还蛮有趣的 那在耶诞夜的晚餐上面呢 这个其实安格斯就表示说 他很想去波斯顿 然后这个老师保罗就说 绝对不允许 这个校规绝对不允许 绝对不可能去 结果玛丽挑了一下眼 一个小眼神 哦是这样子吗 有点那样的眼神 后来他们三个就干脆呢 开车一起去波斯顿 然后美其名叫校外教学 老师就真的带了这个安格斯呢 到这个波斯顿的美术馆 在那之前先把Mary送到他妹妹家 顺便让Mary去探亲一下 然后呢Mary拿出一个 很大的六角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呢 装的是他儿子小时候穿的 婴儿的小鞋子 小衣服啊小玩具 因为他妹妹现在怀孕了 哇这一幕其实感动了不少人哦 那么在波斯顿美术馆里面 这个一老一少 这两个人也很有趣 这个在美术馆里面 然后老师呢就对着这一大堆古文明的一些雕像啊 这些古器物做说明 那安格斯呢 一直在看一些什么色情方面的图片 结果这个老师就跟他讲说 其实每一代人都以为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很独特的 但事实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啊 每当你想要放弃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啊 因为你必须要了解过去 你才知道现在要怎么做判断 所以呢 这个hold over 这个意思就从这里出来了 就说一个人如果停留在过去 他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 可是他如果不了解过去 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往前看的 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个老师说的入情入理啊 我这个安格斯第一次觉得老师 对于这个色情的东西也是有研究的 而且也不是一个老学究 相当开明啊 结果呢 他才刚刚开始佩服老师 就走在波士顿的街头 突然之间就遇到了一个保罗多年前的同窗好朋友 然后呢 这个好朋友带着漂亮的太太 就跟他讲 哎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Paul 你现在在做什么呀 然后呢 他太太就在旁边说 这个他丈夫现在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终身职了 保罗你现在在干嘛呀 那么Paul没有办法去解释 他现在是一个如此失败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呢 就开始扯谎 他就开始说 没有 我现在在一个私立的一个学校里面 做研究工作 然后呢 现在正在研究一个什么天文跟光学方面的东西 也正在写一本书呢 即将要上市了 那旁边的安格斯马上就意会到 也顺便就继续跟他编辑一个更大的谎言 就说这个书很快就会出版了 就师生之间呢 就接连说谎 两个人就接力说谎 然后把那个以前那个同学给胡导 然后之后呢 学生对老师说 哎你不是说要诚实的吗 这不是诚实是校训吗 哎你刚说的谎可大了 那你为什么也跟着我说谎呢 这两个人就呢 心哨不炫的 然后这个老师就对学生说 我以前念哈佛 但是没毕业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室友 他们家有钱 他抄了我的论文 反过来告我 抄了他的论文 那学校呢 听信了这个有钱人子弟的说法 然后反而把他退学 然后这个保罗呢 一时非常的生气 他就开车把那个同学的肋骨 撞断了三根 是因为这样被退学的 然后汉格斯就说 所以你念过哈佛 所以你连大学毕业的学历都没有 你哈佛没有毕业 他就追着老师这样问 然后这老师就说 对没错 所以呢 我只能当一个坚韧的老师 而且住在宿舍里面 我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开除的老师 这样你明白了吧 我这个师生之间 第一次理解到了 原来你也有难言之隐 原来也很多人不能理解你 一定有这一面 原来这个Paul他15岁的时候 也是念这个斯利贵族中学 然后很快就得到了 哈佛大学的入学许可 那本来是一个意气风发的 就后来人生遇到这样的一个变故之后 从此就一蹶不振 安格斯看到老师的这一面 之后仿佛也理解了很多事情 人生很多不幸是有不同的面向的 可能事实不同 但是伤害是一样很大的 他是因为家庭的变故 而老师呢 是因为遇到不公平的事情 而玛丽呢 那这完全根本就是上天造化弄人 那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回头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走出过去的阴影 我们就没有办法面对未来 后来他们在回学校的前天晚上呢 在餐厅里面跟Mary会合 然后呢 这个安格斯看到对面 点了一个白兰地樱桃这样的甜点 她也很想吃 可是呢 这个餐厅的女招待呢 就说这个没有满成年不能吃 就印不给她 然后这个Mary他们就 干脆打包了冰淇淋跟樱桃 然后去买了一瓶酒 就直接在车上面呢 这个酒精 酒一倒下去整个烧起来 然后就做了一个很完美的结束 这个世界很多时候不帮你开个先例 但是你必须要自己打破一些规则 那后来回到学校之后呢 巴顿中学这些度假的都回来了 回复了往常的景象 但是呢 老师教学开始风趣了一些 也比较通勤达理了一点 然后呢 这个学生安格斯 他也不再这样针对同学 老师常常挑衅 那么Mary呢 也得到了他心中的救赎 因为呢 他现在又开始存钱了 他希望能够帮他的妹妹的孩子 存学费 就找到了生命当中的希望 所以一趟波士顿之行呢 三个人都对生活呢 就燃起了生机 那么这一趟去波士顿 其实对于安格斯 是有很重大的意义 因为他就是想去精神疗疗 看他的父亲 在这样的一个圣诞节 他总是想到童年时候 他父亲跟他们一起过的 那些美好的假日 他爸爸常常买那种 雪花的玻璃球给他 那是他对于 美好童年的一个怀念 就没有想到 他去精神病院 看他父亲的时候 他父亲已经人都不认识了 他出来之后呢 整个人崩溃 他就问Paul说呢 我很怕我以后 会像我爸爸那样 我40岁的时候 会不会像他一样 结果Paul这时候呢 就真正安慰了这个学生 就跟他讲说 没有一个人 会真正像自己的父母的 每一个人都只能 走自己的路 你不会成为他的 你放心好了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还有美好的前途 在等着你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老师对学生 很大很大的鼓励 因为对保罗来说 他一辈子 大概已经毁掉了吧 就完全是一个失败者的角色 他就是一个hold over 他就是一个留守者 他就是个无能为力的人 但是 但是Angus不一样啊 他还有大好前程 他还年轻啊 所以呢 回来 从波士顿回来之后 Angus他的状况 还是一样 他还是被家庭抛弃的 可是他已经不觉得被抛弃了 因为有人可以理解 同情他 那Mary也一样 Paul也一样嘛 所以后来呢 最后一件事情 就终结了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Angus 他的母亲跟继父 跑到学校来 行事问罪了 为什么Angus 他可以跑到波士顿去 这不是不许可的事情吗 他私自跑去探视他父亲 给了他父亲那个玻璃球 结果他父亲 后来一直吵着要出院 还用那个玻璃球 砸伤了那个医务人员 造成蛮大的麻烦 所以呢 这个妈妈很生气说 我想要把他转走 让他去念军校好了 那么以这样Angus 这样一个桀骜不寻的个性 去念的军校 这恐怕会毁了他的一生 尤其是那时候 还在越战当中 可是呢 既然母亲跟继父 都已经找上门来 学校也要做出一个处置 当然要找个倒霉鬼 来顶这事了 所以呢 这个保罗老师呢 他就自己担下来 他就说 是我带他去的 事实就是 其实是安格斯要去 然后保罗阻挡不了 只好跟在他后面去 可是这时候保罗却说 是我要他去的 你想在一个耶旦夜里面 你们两个去 在哪里 你让一个小男孩 一个人待在学校里面 你们两个去哪里 我认为在耶旦节 一个小男孩去 见见他亲生父亲 是必要的 所以他就把这件事 给揽下来 就是说是 是他的主意 那么后来呢 为了要给他母亲 跟继父交代 学校就开除了保罗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 就是春风话语 那部电影里面 那个Mr.Kidding 那个角色 到这个老师被赶走 以此作终嘛 就是找到个替罪羔羊 就结束 然后这个体制 继续运行下去这样 然后呢 这个Paul终于离开了他 住了一辈子的波顿中学 这也是他唯一知道的家 但是他终于抬头挺胸 因为他最后离开的时候 这个Mary给了他一本 空白的笔记本 跟他讲说 你不是一直想要写一本书吗 想写一本 有关于希腊 意大利 埃及的书吗 那你去 去把他填满啊 所以呢 Mary等于也是给了他一个希望 并且给他比了个手势 头要抬高 那么多年来 他一直仰人鼻息 在校长的 那样的一个 威权底下 在那里很憋屈的活着 现在开除就开除吧 走了就走了吧 Paul呢 就偷了这个校长的那一瓶 非常昂贵的名酒 然后在车上喝了一口 并且把他吐了出来 从此以后呢 就展开新的人生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最后 有一点平淡 不过呢 很可能这也是导演 他想要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平淡里面 感觉到有一点倦勇 那么电影结束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一直在想一句话 这个Paul 在电影里面 讲了很多分世结束的话里面 包含一句呢 就是他说 这个世界是个痛苦又复杂的地方 他面对这些有钱人家的子弟 这些有钱人的小孩 他已经舒服了十几年 他的人生往后 也会舒服个几十年的 什么倒霉的事情呢 都临不到他们头上 外头在打仗 牺牲的都是一些 没钱没事的小孩 这些人永远被权势保障着 他们是在安全的屏幕里面的 所以呢 保罗对他们说 这个世界是一个痛苦又复杂的地方 你们知道吗 大部分人的生活 都像鸡舍的梯子一样 又臭又长 是在那种很湿热的 很嘈杂的 没有办法忍受的状态 你们永远都不会理解 那事实上 这种苦 他其实是真的是尝过的 所以我觉得在 他体会到安格斯那种 经过家里的变故 然后感觉到被遗弃 那种感觉的时候 他仿佛也得到了一个勇气 告别过去 你如果能够好好面对过去 你就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 满身于心味又怎么样 这就是他先天带来的一种疾病 他就是有点像狐臭那样 他永远不敢接近女生 他也不敢结婚 然后他的异性缘很差 就是一天到晚都是被无视的 那又怎么样 我甚至想象这个Paul 说不定他到处去游历之后 因为他满腹精伦 他的学问可多了 说不定他能够当美术馆的解说员呢 说不定他能够做个很好的导游呢 说不定他开创了另外一个人生 他在波顿中学里面 是一个被讨厌的角色 是没有办法发挥的 可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说不定他可以找到自己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写了很有名的书 也不一定 那么安格斯呢 以他这样聪明 又桀骜不寻 然后又非常的有锐气 他家还是有钱呢 他可能也是一流的哈佛大学毕业 说不定回来接管了这个学校 成为校长也不一定呢 那这个Mary呢 还年轻 他说不定会再婚也不一定 搞不好自己又有个儿子 然后培养到念大学 那当时候呢 情势也慢慢会不一样了 这个往事总会淡忘了吧 那还是可以追寻人生的幸福 如果这三个人 以后有再碰面的机会 不晓得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倒是非常的好奇 所以这个电影也给人很多的念想 除了死之外 没有什么事不能改变 我觉得Mary的儿子 在他的死这样大的悲剧之前 其他人的不幸 我觉得都算是 还有办法解决的 就是还有办法面对的 现实还是一样很粗力的 但是我们看事情的眼光 已经改变了 所以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他 同样都是 耶旦假期 同样都是一老一少 也差不多是父子 或者师生这种关系 然后互相扭转了 彼此的人生 我觉得女人香这部电影 跟留校联盟 其实有很共通的地方 就像女人香这部电影里面说的 Tango没有什么 Tango就是万一跳错了 继续跳就好了 那么人生也一样 一定有搞砸的时候 那搞砸了你就是继续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看着老法兰克 他后来在那个学校的礼堂 发表那一大番演说之后 回到家里面 然后呢 他开始对他的子女 那小孩子非常和善 不像以前那样怒目相似 就开始跟小孩子 讲起小孩话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人 从心里面也变柔软了 然后他也开始去体谅别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两部片看完心里面 都是有一种 有一种很温暖的 被感动到 以及被启发的感觉 对我来说呢 《沙丘2》这个电影 他当然有他的视听感受 但是呢 我觉得《留校联盟》 这个Hold Overs这部电影呢 却带给我比较大的启发 那么我常常想到保罗老师 他讲的那一句话 他说世界在衰退 只有感知才是永恒的 我们这个世界 看起来文明在往前进展 但是呢 我们的感知有比以前敏锐吗 我感觉现在在机器时代里面 在电脑AI时代里面 人的感知 其实是慢慢的 在递减当中的 我们能读懂别人的心意吗 心情吗 或者我们能够 能够知道别人的感受吗 我们更有同理心吗 我觉得其实都是没有 所以呢 世界在衰退 只有感知才是永恒的 那么电影文学这种艺术 其实就是要唤醒人的感知 不是吗 所以呢 你用很大的成本 用很漂亮的镜头 制造一个很大很大的爆点 那这个东西 大家会惊叹 非常有美感 非常震撼 什么神作什么的 可是 你20年后还会想到这个片子吗 而且你还会推荐别人 必看这个片子吗 我觉得这就是很难 所以呢 刘孝联盟这种小成本制作 完全标演技 这几个人那种互动跟张力 那真的是 尤其那个年轻的 演那个安格斯 那个 他其实是一个 第一次演戏的演员 他叫做Dominique Cesar 以前没有人听过 有这个演员 非常年轻 所以呢 第一次演戏 就有这么亮眼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 还有另外 就是刘孝联盟这个片子呢 因为他的时间设定是 1970年 所以他里面也很用心 包括这个镜头 虽然是用数位技术拍摄 但是导演是有意在 画风上面呈现一种胶卷感 就是有一种复古的感觉 那么包括背景 还有这些人物的发型 他们的造型 衣服 你不觉得都非常像是 1970年拍的片子吗 那就连在医务室里面 那一段吧 就是四五个留校的年轻人 他们在医务室里面 打打闹闹 然后这里面呢 就传出来Venus这首歌 Venus这首歌 它是Shocking Blue 就是荷兰的一个乐团 然后呢 他们那时候 1967年演唱的歌 所以他为了要去呈现 1970年左右 那个时候的一种氛围 那种背景 你看他用Venus这首歌 他用的音乐也是 衬托那个 60年代末的 那个时候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非常用心 一部现在才拍的片子 却能够呈现出 1970年那种感觉 我觉得在细节上来讲 真的是很用心 那么说到1970年呢 我们就想到一首CCR 就是主唱John Fogarty 他所唱的一首歌 叫做Who Stopped Rain 谁能够停止这场语 这首歌呢 因为它的氛围 就是在越战里面的 所以呢 Who Stopped Rain 其实这个Rain 就是指战争的意思 谁来停止这场战争 我还记得有人把这首歌 搭上那个阿甘正传里面 阿甘不是从军入伍吗 然后到越南的丛林里面去打仗 认识了一个老黑 就是这个黑人 后来他说他们家是捕虾船的 所以后来他战死之后呢 阿甘就跟他的约定 就说以后要开捕虾船啊 然后就去捞虾子 后来就致富了嘛 那这个有一幕是这样的 下着大雨 丛林里面下着大雨 他们穿着军用雨衣 然后背贴着背 这样坐在泥泞的地上 那阿甘就说 这样至少身体有一部分是干的 因为如果说你躺地上睡的话 就全身都泡在泥水里面 好 所以就在这个镜头里面 然后就播这首歌 Who Stopped Rain 就是谁来停止这场雨 其实他的隐喻 当然就是谁来停止 这场他妈的战争 这个莫名其妙 乱七八糟 然后毁了很多人的一生的 这样的战争 所以后来美国也出现了很多反战电影 跟反战的歌曲 那这首Who Stopped Rain 到底是不是反战歌曲 暂且不论 但这首歌他其实讲的 就是说战争就好像一场 兜头而下的雨一样 没有人可以躲避 就好像他们有一次 这个乐团有一次 在一个音乐节上面表演 大家簇拥着歌手 然后是一个很欢乐的 很热烈的一个场景 可是就在这个情况底下 大雨倾盆而下 大家无处走壁 那像这种人生的暴风雨 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所以Who Stopped Rain 这个有点像是 一个处在逆境里面的人 他的呼喊 人生到处都是逆境 战争可能毁了你的人生 或许很多的意外 也会毁掉你的人生 所以这首歌里面 他就讲到说 I went down Virginia 我曾经沿着Virginia 而下 Seeking shelter from the storm 曾经想要找 从暴风雨里面 找到个shelter 就是一个避难所 我看这部电影里面 这个留校联盟 这部电影里面的 老师保罗的时候 我就常在想 他人生的雨 真的是一直下 一路倒霉到底 真的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是他最后承担了一切 并且昂首阔步 走向自己的人生 好像挥别了 人生的乌云一样 人生的雨一直下 但是他已经挥别了 他人生的乌云了 或许他真的会去希腊 或许他真的会写下一本 人生的大书 谁知道呢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 好像是要送给Paul的 就是呢 And I wonder Still I wonder Who stopped the rain 古往今来 大家都在寻找阳光 这个阳光就是 象征希望的意思 但是我倒是很想知道 我倒是很好奇 谁来停止这场雨 那清明节呢 少不得又要下 好几天的雨 我想这首歌 也非常应景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1970年CCR 里面的主唱 John Fogarty 他所演唱的 Who stopped the rain 谁来停止这场雨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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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garty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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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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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